各位观众大家好 电视艺员陈迪克先生日前病逝 今天我们就和大家分享陈迪克先生的生平 陈迪克生于1947年10月4日 在2024年3月15日 陈迪克原名是陈坤勇 是香港的资深电视艺员 他曾经效力 邵氏电影公司、丽的电视、 无线电视的龙虎舞师 和无线电视基本艺人合约的演员 陈迪克曾经在1976年 邵氏电视拍摄了一出 名叫《中国杀人王》的电视剧 而且深入民心 自此之后 他就得到了《中国杀人王》这个绝号 在1979年 陈迪深加入了《无线电视》 因为他经常演绎一些角色 都是江湖中人 而且演绎得非常出色 所以在综艺节目《新地好戏王》中 他就获得了《黑帮王》这个另类好戏王的奖项 陈迪克曾经用过很多别名 分别是陈承国 另一个陈承国就是承接的承 而他的英文名也有依据 比如说 迪克这个英文名 在拍摄《中国杀人王》的时候 最后陈有后和钟景辉 就觉得就这样叫他《迪克》 好像不够响亮 于是乎建议陈迪克 不如在《迪克》前面 加回他那个姓 直成叫做陈迪克 那就响亮得多了 即是连起这个姓 自此之后 一般人就叫他做陈迪克 而不是叫他做迪克 另外 承国这个名字 这是他父亲 在陈迪克 回小学的时候替他改的 按照他陈家的族谱 到陈迪克这个世代 他就会用承 承传的承来做牌子 加上他父亲就是爱国之人 因此就得名承国这个名字 好了 跟着另一个名字叫做君庸 那为什么叫他君庸呢 那因为陈迪克 至少 就是喜欢刀枪 武弄刀枪而得来的 而且那个鞋音 就跟另一个字 陈君庸 就是熊树的熊 就是同音 那因为 他原本的本名 就是用熊树的熊 所以 因为同名 所以他也用陈君庸 来做他的名字 另外他也有另一个英文名 叫做Forest 即是树林 F-O-R-E-S-T 他在1985年去到澳门拍摄剧集 《大香港》的期间 就去到一位名叫盲功诚的名理师 看照 盲功诚就跟他提到 他的名格欠木 自此之后 陈狄克 就把他的英文名 改成Forest 年代 他身份证 也都用这个名字 而Dick Dick Dick 这个英文名 实在是一个暂时的名字 并不是他真正的英文名称 好了 说回陈狄克本身的家庭背景 陈狄克就是生于1940年代的基层家庭 他组织是广东云浮市新兴园 就是当地天堂虚人 即是天堂镇的人 家庭里面有一个姐姐和妹妹和两个弟弟 他父亲是一名花王兼职做司机 他自小就在香港新界的沙田居住 和成长 去到八岁的时候 才开始入学读书 当时他就是住在沙田的排头村 那里 即是近着火车站那里 他就是就读保福山的附近的排头学校 但是读了一个月之后 陈狄克就举家千居去到沙田车工廟旁边的里屋邨 而他也跟着转了入读 位于该处的辞行医学 即是现在的辞行学校 就入读一年班 直至到小学毕业之后 他原意就是希望去做警察 希望做个警察 但因为他的爸爸就不想他做警察 于是他就放弃了这个念头 在加入电视台工作之前 陈狄克的爸爸就想他做园丁 即是做花王 希望他指成富业 因为他爸爸也是一个花王 但是陈狄克本人就没有意思 在这方面发展 当时正是1960年代 他就曾经去到深水堡 一家协昌龙的铺铺子 做搬运工人 就负责搬运火水铁罐 做了十天之后 他就觉得管工对工人的态度不好 即是很差 于是他就辞职不做 去到1967年至68年左右 由于他从小开始 已经喜欢武功 武刀弄剑 喜欢武术这东西 于是乎家人就帮他找了老师 教他 收他做徒弟 学武功 此举 这个影响到他 在这一两年加入了邵氏电影公司 就是当武师的想法 即是影响到他有这个想法 当年他在片场 就遇见到刘家良 刘家良就问他 你当武师的意愿 问他完不完啊 陈迪克由刘家良的口中得知 做武师在那个年代的月薪 可以去到75元那麽高 加上他又被刘家良认为他样子醒目 所以在十六七岁的时候 就跟随了刘家班 就和另一位本地著名的班主唐家 一起工作了 在1973年 陈迪克就进入了丽的电视 就担任这个武术指导 另一名同期活跃于电视台的母子 就是韩医生 也认监制中餐芝的要求 找一个新手了得 兼外形适合的演员 来做剧集《中国杀人王》的男主角 中餐芝刚刚想到把《红绿日报》的同名小说 拍成剧集 于是乎就向陈迪克提出邀请 他在中士和韩士成意权权之下 就终于踏远出现《中国杀人王》的男主角 而《中国杀人王》的剧集 就成为了他在演员生涯之中 唯一一次做男主角的机会 虽然当时剧集播出的时候 是受到观众的欢迎 但是此后他也只是多数担任配角 或者金草演员 陈迪克《邦丽的电视》 做了三年之后 在1976年离开了电视台 并且跟随刘家良去台湾 跟张切导演拍电影 一直拍到1978年才回来香港 回来香港不久 就受到李家鼎的邀请 就加入了无线电视做武术指导 踏入1980年代 他就淡出了幕后的工作 就是不做幕后了 就转为一个全职的演员 就转到幕前做 1985年就离开了无线电视 后来两年后 1987年又重新再次回到无线电视 并且一直在无线电视服务 一直做到现在 他就曾经有短暂的时间 只有少数的幕前演出 在1990年至1995年 陈迪克就因为 因为幕前的演出的机会少 所以他就改为 走去做的士司机维持生计 但后来他仍然在幕前有演出的机会 而且多数都是做配角的角色 去到今年2024年3月15日 陈迪克在家里 陈迪克在家里 突然感到不舒服 送去医院 后来在医院 因为肺炎 不治 就离开我们 享年 76岁 陈迪生已婚 有一个女儿 好 分享陈迪克的生平 暂时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次再继续 好 喜欢这条片的朋友 请你留言点赞分享 也都希望大家多多订阅 欢迎订阅我们这个RN 严良频道 拜拜